在广州的中落潭镇 最近遭到了强龙卷风的侵袭 造成有人员的伤亡 包括厂房的受损 周边村镇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在现在龙卷风过境之后 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 马上联系呢 目前就在广州白云区光明村现场进行采访 特派记者张肖来了解一下 张肖你好 小姐你好 张肖就你在现场观察呢 光明村受损情况如何 民众生活是否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现场抢收工作进展如何 好的秀琴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的这个龙卷风 四个受灾村落的之一 那也就是这个白云区的光明村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交通旁边呢 就是一条主干道 那么现场的交通是已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但是交通呢是有轻微的 一样的一个堵塞的一个情况 因为时不时呢 会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车辆的一个经过 也会对这个交通降丽呢 也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现场呢也有一些工程车和挖掘机呢 是将一拆除一些摇摇欲坠的一些建筑和一些树木 那么水电恢复的情况 那么水的情况呢 在附近的居民说呢 有一些是不受影响的 电呢就是逐渐恢复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一些呢是昨天晚上已经恢复了 那么有一些呢现在也没有恢复 有一些店铺的老板说那个龙俭峰呢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当时呢是广告牌砸到了一个附近的一个车辆 而也面临着一个后续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没有恢复用电呢 他的一些冰箱的一些原材料呢都要丢弃了 所以呢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失 而且对目前呢客流量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用电呢是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 在我前面的这个广场上面呢 有一些发电的车辆呢是正在发电 而且有一些工程呢也是正在抢修这个高压电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截至到昨天下午呢 这个四个村的这个交通呢已经完全恢复 那个用电呢是恢复了九成 那么未来的大家是十分关心这个天气的情况如何 那么不容乐观的是 未来仍然是这个阴雨是非常的频密 而且伴有这个雷震雨和一个大风的一个情况 也势必对这个抢修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 那么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回给秀琴 非常谢谢张霄在情方带来的最新掌握